好 以前是老人家的專利 現在逐漸會開始 在年輕的族群身上發現 一般來說 醫生會建議就是說 你一天用螢幕的時間 不能超過兩小時 老化的過程當中 每人臉上每一年都會有 5CC的體積流失 你說每一個人 我以為他說每人 你等一下說 每人會死人 多情城市後 請收看醫學大聯盟